近日,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0级泰国留学生迎来开学第一堂实训课 在该校铁道实训厂,留学生们学习机械养护、测量轨距等知识 春节前夕,泰国留学生林鸿春首次踏上中国 得知开学后将迎来实训课程,林鸿春跃跃欲试 他坦言,此前通过网课学习,面临实训课程难以开展的困境 他希望到中国后,学好中文和高铁技术为泰国铁路发展做贡献 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拥有铁路背景的职业院校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已经招收四届泰国留学生 两届老挝留学生 其中,45名泰国留学生已经毕业 26名学生进入泰国轨道交通企业工作 随着中泰铁路合作项目推进 学习高铁技术成为许多东盟留学生的选择 26岁的泰国留学生黄恩才本是建筑专业学生 为此特意换专业到中国学习高铁技术 他表示,期待学有所成后回泰国从事相关工作 学习高铁技术成为学习高铁技术学习高铁技术去成为 为了快速提升留学生专业实现能力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给他们加码实训课 并通过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研学营 中国家庭结队子等 让留学生尽快融入在中国的留学生活 这批留学生他们之前主要是在线上进行学习 那么最缺乏的就是实际的技能操作和训练 因此我们给他安排的也主要是实训课程 让他在短期内强化实训技能 作为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窗口 广西已成为中国接收东盟国家留学生最多的省区之一 留学广西品牌效应不断扩大 广西高校在东盟国家建立八所孔子学院 十余所职业院校协同企业走出去 为驻外中资企业和东盟国家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渡厚 相当额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